台南永康区一处出租套房 昨天晚间10点多惊喘火警 仅销花了大约半小时扑灭火势 并且救出两个人 但其中一名一度没有呼吸心跳 松衣抢救之后恢复了生命迹象 而屏东市的冥想路 在今天凌晨则是一间刺青店 疑似遭人恶意纵火 导致经营的年纪夫妻受困在内 经过抢救太太不幸丧命 而警方目前已经掌握了嫌疑人 燃烧猛烈火车不断窜出 伴随黑烟 不时传来爆炸声响 警销货报赶紧布水线灌救 随后赶紧将里头受困的人救出 情况危机送一抢救 整个人捧不起来 阿兰越做越大 真的好可怕 事发在28号晚上10点多 台南永康区中华二路上的铁皮加盖出租套房 警销货报出动36车前往抢救 花了大约30分钟将火势扑灭 救出两名受困者 其中一名还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送一抢救中而燃烧面积大约30平方公尺 结果比较危险一点 然后场所比较不清楚 总共多少人受困我们也不清楚 所以我们要注意搜索 另外在屏东则发生憾事 从远处就能看见民宅陷入火害 熊熊烈火越烧越大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整间屋子全被火蛇吞噬 警销立刻进行救援 扑灭后现场一片焦黑 机车只剩残骸 邻居也遭受波及 摩托车那边整个火很大烧起来 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这种火还怎样 是不是有什么纠纷啊 老板为人还蛮和气的 比较不会去跟人家有什么冲突 原来燃烧的是一间刺青店 事发在29号凌晨4点多 屏东市民响路 据了解起火点在一楼 警销赶往时已经陷入火害 后续救出一对夫妻 已经抢救后 妻子不幸身亡 而警方调查不排除是人为纵火 起火点人当时是在一辆 火原因疑似招人纵火 疑守定嫌疑人 到底什么原因 而一纵火就判警方赶紧厘清 还死者公道 记者台南屏东组合报道